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手法据理力争 在上个星期孟晚舟的案件 引起各界的关注 很多孟晚舟的支持者都说 她是我们中国的英雄 美国的司法制度 迫使她签署了一个不公平的 不合理的协议 同样的在美国这个星期 有另外一个美国的英雄 也是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之下 不得不要跟检察官达成的协议 我们今天想解读的是 美国的游泳健将 也是五度为美国夺的 铜牌跟金牌的这位游泳的 名叫做Klee Keller 他在2008年800米的游泳赛中 拿到了在美国的全球的奥运冠军 为美国拿到一个金牌 在早四时候 在澳大利亚的奥运里边 他同样的拿下了金牌 他是南加大的脸书 但是在这次在这个星期 这位奥运的金牌美国的英雄 不得不因为他在参与1月6号 国会动乱的过程之中的角色 他只是参与而已 被迫的话跟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书 这一位名叫做Keller的 这位奥运人士的话 他在1月6号的时候 他跟其他的民众一样 到国会里边的话去声援 想办法要阻止国会认证 当时拜登总统的认证 所以在参与过程之中 他自己的话人个子非常高大 所以后来被被认出来了 认出来之后 他因为他6英尺6寸高 所以在过程之中的话 大家认出来 并且他新穿的是USA 美国奥运队的服装 所以大家一认出来 这个不是我们的游泳舰杖Keller吗 所以后来警察就开始烧查 他虽然将他的泳衣 将他的jacket扔掉 以后将他的手机的芯片也扔掉 但是后来的话警察调查 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他是参与了这国会暴动的活动 在过程之中 有600多名被逮捕了 其中他就是一位的话 因为他身材高大 被别人用视频拍到了 并且他是受美国各界的注意 大家非常同情他 他这位在18岁就开始 替美参与奥运队 后来在南加大念书的时候 代表美国的奥运队 夺得了金牌 以后大家都以他为傲 没想到他毕业之后 他搬到Michigan去 以后结婚 后来到Colorado去做房地产生意 在一段时间他有三个小孩子 后来跟老婆离分 导致的话 他自己要承担小孩子的护养费 但是就不能跟小孩子住在一起 他贫困潦倒以后 只能是住在车上住了一年 在去年的时候 他也是贫困潦倒 以后连公司他都不要他了 后来的话他在1月6号 他自己的话参与了国会的暴动事件 在暴动事件之后 大家知道他曾经是我们美国的英雄 所以很多民众捐款来替他打这场官司 当然虽然很多民众愿意捐钱给他 来打这场官司 但是他后来并没有办法 能够真正去打陪审团 在今年去上个月8月20号的时候 检察官跟他的律师达成了认罪协议书 认罪协议书里边往往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他要陈述事实 他这项罪名的话 他其他罪名撤销了 但是他参与阻止国会议程 这个罪名就是很重 因为国会要审理总统任命 以后你这些暴民冲进来 虽然他没有打打打抢这些行为 但是他参与的话 同样的他可以最高面临20年的劳刑 在联邦里边他们往往是按照分数 分数越高发的越重 可以看得出的话 从认罪协议书里边他说你刚开始这一项 你看看他的分数是怎么定的 首先这个base offense 这个起分是多少 也认为罪名起分是14分 这个怎么样计算的话 按照美国的这个code 这个code的话就是哪个法规 多少分 以后的话 因为你substantially interfering with justice 严重的影响了司法系统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这个立法也是属于其中一种 所以说加三分 以后另外的话 这个abstruct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以后阻止妨碍司法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这加三分再两分加加起来 一共分数是19分 19分的话 他因为他认罪 这个部分的话接受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同意认罪 不需要浪费钱 这个政府的资源 所以在联邦层次里边 他有一个所谓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所以坦白从宽的话 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坦白 我给你两分 并且的话 如果你是提早一起诉 你马上就愿意接受责任 这种的话再鼓励你 所以很多时候联邦起诉的时候 如果你在两个月之内 不表示你要认罪的话 你就拿不到这一分 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后 四个月之后 你还不认罪 那你这个基本上的话 这个三分就没有了 减三分就没有了 并且的话联邦的话 如果你在半年之内 还不起还不认错 那好 他就不断的加加罪 这个叫 superseding charge superseding charge里边的话 你不认罪 我再继续加罪 以后的话 你再过半年不认罪 我再加 superseding charge 以后像华为的案件 已经是三度被加罪了 加罪里边就说 你不认错没问题 我就不断的加上去了 所以的话 但是Keller的话 他很早就认罪 愿意接受责任 所以的话 他拿到了最高的减三分 减了三分 十六十九分 再减上三分 就变成十六分了 十六分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当然按照联邦的 这个是判量刑的标准 在十六分 你可以看得出 十六分是21个月到27个月 因为他没有犯罪前科 是按照这一栏的 这一栏里边的话 法官如果是按照十六分 最高可以判到27个月 最低要21个月 所以这个是sentence guideline 是联邦政府所规定下来的 当然的话 如果是他没有合作 不愿意认错 十九分将他打片屯输掉里边的话 至少要三十个月到37个月 但是的话 他不是按照十九分 因为你不认罪的话 他还会加罪 不断的加加加 一个案子像这类案件 因为你不认罪 有可能会加到30分 30分的话 基本上的话 就是97个月到121个月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就是不断的会加罪 加罪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Keller的话 他同样的按照十六分的判法 法官至少要判他21个月 这种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他有一个叫做5K 5K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第九项 cooperation cooperation是什么 你要合作 合作里边就是说 你要供出后面指使你的人是谁 有没有参加团伙 有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能够供出了很多有利的东西 这个属于污点证人的 如果是起诉了别人 这种的话 如果就算不起诉别人 你坦白的做 以后我给你减2分和3分 所以这个合作 合作的条件里边 就是说 如果你虽然是16分 但是合作的话 可以拿到2分到4分 如果是2分到4分 如果是供出一个人 抓到一个人 如果是抓不到的话 他可能起诉其他人 幕后的黑手是谁 基本上他可以拿到4分 就变成12分 12分的话是分水岭 10个月到16个月 法官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以让他不坐牢 就要看他将来合作的态度 如果合作的好这种情形的话 就可以减分 不断的减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位美国的英雄 他有没有钱 他的很多支持者都会支持他 但是的话 他不缺钱 但是的话 好汉不吃眼前亏 所以他为了自主的自由 也不得不要开始的话 想办法从16分降到12分 这样子可以避免劳溢之灾 当然的话 他现在被判了刑 认罪了还没有判刑 所以将来的话 有可能就看他的表现 有这种情形 一般认了罪之后 联邦他至少要三个月 有的时候半年的时间 因为合作的情况之下 往往的话需要两年 所以我们有些客人的话 要继续合作 继续减分 往往的话检察官也同意 所以有些案子 甚至拖到五年都有可能 就是因为要不断的 要减分 不断的减分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在联邦法院常常会发生 Keller虽然是美国的英雄 虽然有钱 但是的话 在美国司法系统之下 他不得不要低头 不得不要合作 因为毕竟 他知道他本人没办法 要改变这个司法制度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灯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